如果说哪部电影改变了周星驰的命运 那一定是被叫做山寨片的独胜 1990年的周星驰虽说已经不再跑龙套了 但他参演的作品大多不温不火 没有热度的支持 像他这样的演员根本没人看见 所以他其实急需一部电影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当时的港片市场因为赌神正在掀起一股新的浪潮 有些眼光独辣的导演就瞅到了其中的商机 这里面就包括刘振伟 要说刘振伟还真的是一个鬼才 因为他只用了五个小时就写出了赌神的剧本大纲 之后还顺利拉到了五四元的投资 在最重要的选角上面 原本周星驰并不是左送心的第一人选 当时无论是原魁还是发行商 都希望由梁朝伟来出演 因为不管是从人气还是演技上来说 他都要略胜一筹 可当梁朝伟听到他们的邀约后 却觉得自己的形象并不适合这个角色 所以就拒绝了这个邀请 刘振伟也是在此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提议让周星驰来演这部片子 因为他看过周星驰在TVB拍的剧 其喜剧表演非常有特色 但一些负责人对此却并不是很赞同 后来还是刘振伟的反复全说 才终于打动了他们 可怜的星仔才获得了这次宝贵的机会 其实吴思远当初在面试周星驰时 就说过一句话 现在看来 投资人的眼光还是非常准的 杜盛的大会成功 直接捧红了周星驰 曾经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 一夜之间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周星驰在《独盛》中 饰演的左宋星这个名字 背后竟然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我们都知道这部电影的编剧是刘振伟 刘振伟手下曾有一名副导演 名叫左宋生 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 但我们一定看过他指导的影片 还有他曾演过的一些电影 其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猛鬼拆馆》中的鬼王三宅一生 左宋生原本叫朱德安 最早是在武士朋友的介绍下才入行的 因为高到帅气 不久就得到了勇家公司老板陈勋奇的赏识 那时候他经常出演一些打手之类的角色 像是在李修贤主演的《公谱》中 饰演黑老大洪帆 后来在刘振伟指导的《猛鬼拆馆》中 饰演鬼王三宅一生 轻面疗牙的大坏蛋 却是一个喜欢听收音机的主 这个形象给观众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除了演员之外 左宋生还做过编剧 刻画 副导演 导演的工作 像是周星驰早期的两部电影《心经五门》1991 和漫画《威龙》就是左宋生知道的 还有一本漫画《闯天牙》 左宋生也有参与制作 而他和刘振伟的结识 是得益于学作编剧的那段日子 拍摄《独上时》 导演和编剧都是刘振伟 当时左宋生在他手下做副导演 因为在《欲发音》中 左宋新应同左宋生 所以我想刘振伟起这个名字肯定是故意的 不过也能看出 左宋生在刘振伟等人心目中的地位 说真的 那个年代的电影工作者真是挺全能的 身兼数值了还能做得那样好 周星驰拍戏太叫真 一场意外竟直接把自己送进医院 拍摄《独上时》 有一场左宋新和吴俊如出门吃饭的戏 为了呈现出最完美的拍摄效果 周星驰在吃的时候 并没有换掉芥末道具 那么大一拖芥末 就这样硬奢生地吞了下去 就在众人惊叹 周星驰吃辣的能力时 刘振伟一喊咖 他就疯了一般地冲向了卫生间 一边跑还一边大叫着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因为叫的时候嘴巴张得太大 昕爷的下巴直接脱臼了 这下搞得戏都没法拍了 刘振伟只能暂停拍摄 先送周星驰去医院 《独上》这部电影 算是周星驰、吴梦达第一次真真正正的合作 片中两人的配合恰到好处 笑点十足 还记得吴梦达那个所谓的先天性失控症吗 其实那是大叔自己想出来的桥段 当时大叔还问周星驰听过没有 星爷直接说听过 对此大叔反手就是一巴掌 我昨天晚上才想出来的 你听过 不得不说 这两人在一起产生的化学反应非常棒 所以后来才会有那么多经典作品的产生 可惜的是 不知为何到了后来 两人的关系竟然越走越远 有记得之前达叔在参加节目时说过一段话 我们还能看到您和周星驰先生合作吗 还是以前说过那句话 我还没死 他还没退休 一定有机会 而到了如今 随着大叔的去世 不仅周星驰同事了一位黄金大大 我们这些观众 也再也无法看到 两人之间的合作了